反霸凌要立法 反霸凌要立法 停警消要工會 停警消要工會 在12月7號 这个礼拜六 选择号召 所有要保护 劳全的朋友们 一起走上街头 我们要从劳动部 出发 到凯达格兰大道的 总统府 我们从劳动部 在这边集结 出发 前进到凯达格兰大道的 总统府 当一天的集结 我们到凯达格兰大道后 会正式的 向赖清德总统 提出具体的诉求 我们要求 赖清德政府 在12月10号 国际人权日的时候 具体回应 具体回应 12月7号 大游行集结的诉求 我们要让劳工的怒吼 我们要让基层公务人员的不满 要求赖清德政府 说清楚 讲明白 这些 应该要赋予劳工 基本人权的保障 民进党政府 到底还要在拖多久 主管 职场霸凌的劳动部 竟然霸凌到出人命 就是因为有力有有的思想 才会造成今天霸凌这么猖狂 身为劳工 身为基层 我们告诉政府 我们很不爽 基权不爽 劳工不爽 公文议员也不爽 官官相互之外 虽然走了一个部长 可是看起来 并没有揭开我们所有的黑幕 劳动部长上任 说他的员工加班 只有一个半小时 但他忘记了 这一个半小时之前 要做多少的准备 如果我们的官员 还是用一样的心态 不把公务员当成一个 应该要受到保护的劳工 他一样会继续发生同样的规矩 短霸凌运动就风起营涌了 今天我们不只是悼念 老吴要一个被霸凌者 苦不堪连的受害者 向原单位去申诉 根本就过我批不通 那些官官相互 什么地义良善 狗批的这个调查报告 你们还要等什么 每天跟你一起上班的人 不见了 台湾民众党始终是劳工朋友的基层公务人员 坚强的后盾 只要你遇到困难 我们都与你同战 共同面对挑战 36万的公务员大军 你们是国家非常重要的栋梁 你们的尊严 你们追求的理想 不容这样被民进堂的践踏 12月7号去拉战出来 把这样的怒吼 吼出来 我会继续监督 我会将每一个 陈情案 申诉案 重追不舍 我不会像 现任的劳动部部长 听说了 而没有行动 转达了 而不追踪 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12月7号 希望所有的你 可以勇敢站出来 不管在校园霸凌 网路霸凌 职场霸凌 曾经有相同经验的你 都希望你可以 勇敢站出来 跟我们站在一起 向民进党怒吼 向民进党抗议 官僚杀人 是现在进行事 而且可悲的事 正在我们的劳动部发生 工部门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却要求私部门 要去达到他们的要求 可耻 可悲 不要脸 你们不敢说的 你们不敢做的 你们被遮口的每一句话 我们都会替你站出来 政府总是会说 我们一定会好好处理 一定会善待我们的锦衣销弟兄 但是后来呢 之后呢 今天公祭 明天就忘记 不愿我们所有的锦衣销弟兄们 12月7号 我们一起站出来 不管是挺我们的锦衣销 或者是我们的锦衣销弟兄 挺我们自己 12月7号 请大家站出来 挺锦衣 药公会 谢谢 1207 上街路 请大家提订 我们下节目 我们下节目 我们下节目